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漫威系列科幻爽剧 神盾局特工第三季第一集 大家好 这里是王弟说剧 这天身为普通人的乔一突然觉醒异能 掌握可以瞬间溶解金属的能力 世界观受到极大冲击的他 匆忙赶往医院寻求治疗 却因异能失控造成街头恐慌 就在这时 一个全副武装的黑色行动小队突然出现 打着消除外星威胁的幌子 警告乔一束手就擒 为求自保 乔一下意识的发动无差别攻击 抓捕队员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手中枪管瞬间弹软 又惨遭随之而来的汽车爆炸波及 这下彻底愤怒了 无奈 乔一只得顶着枪林弹雨飞速逃窜 躲进一旁的小巷中寻求庇护 却转眼就被抓捕队员发现 关键时刻奇迹发生了 看来 斯凯的异能早已达到如必指使的程度 与之随行的还有麦肯和亨特 为了消除乔一的恐惧感 斯凯主动讲述自身异能觉醒的经历 称神盾局可以提供帮助和庇护 乔一稀里糊涂的就被三人忽悠上了火箭舱 随后几速升空 直达位于万丈高空的神盾局新飞行器上 我们暂且将扣森局长的新玩具称为神盾666号 等到抓捕后援匆忙赶到时 小巷中早已空无一人 就在这时 神秘女子罗沙林出现在现场视察 看样子是这次抓捕行动的负责人 隐藏在围观群众中的扣森 当即悄然拍下罗沙林的照片 随后返回神盾666号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上一部结尾中 被斯凯推进海底的泰瑞根水晶发生泄露 导致大量油鱼遭到污染 而这些鱼又被打捞上岸 做成鱼油进入市场 或许就是最近异能觉醒事件 愈发频繁的根源 可神盾局的保护监管行动 屡次被人截胡 目前已经有五个艺人被抢先抓走 斯凯合理怀疑是 罗沙林和黑色行动小队动的手 因此 当务之急是查清楚对方的底细 与此同时 罗沙林也在命令手下 对扣森等人进行调查 而扣森口中神秘失踪的五个艺人 此时正躺在罗沙林的实验室中 接触解剖 他们死法一致 胸口全都被掏出一个大洞 视线来到神盾局秘密基地 随着神盾666号平安着陆 乔伊看到了等候多时的穆尔斯 并在对方温柔幽默的言语安抚下 逐渐冷静下来 内心善良的乔伊 始终为可能伤害到他人而惶恐不已 从他身上似乎可以看到 斯凯亦能出现时的影子 因此 斯凯在随后向乔伊耐心解释 异变缘由时 表现得十分亲切和善 并告诉乔伊 在学会掌控异能之前 将永远无法回归正常生活 残忍的真相将乔伊打击得体无完肤 再加上电视新闻中对他的通缉报道 看着眼前情绪暴躁 异能再度失控的乔伊 无奈斯凯只得出手将对方打晕 但这也导致整个秘密基地突发地震 扣森和莫尔斯显然对此见怪不怪 最新调查结果显示 泰瑞根迷雾早就随着洋流扩散到世界各地 对整个生态系统造成污染 不过 由于其中蕴含的致命毒素沉入海底 受到污染的海洋生物 不会对人类造成致命伤害 只会对一人族产生影响 为了尽快查清楚 屡次截呼的神秘女子的真实身份 扣森特意将抓捕队员的武器交给莫尔斯 嘱咐对方和菲兹一起寻找有用线索 可自从西蒙斯被神秘石块吞噬失踪后 菲兹便开持了疯狂调查神秘石块之旅 甚至为了虚无缥缈的线索游走于世界各地 如果没有莫尔斯在暗中打掩护 他早就被扣森发现翘班摸鱼了 但莫尔斯最近正因为亨特莫名其妙的冷战陷入烦躁 根本无暇顾及这些细致末节 此时的菲兹并不知道自己险些暴露 他正在摩洛哥丹吉尔寻找线索 根据调查显示 当地黑帮老大手中有一卷被戚封在卷轴盒中的羊皮纸 上面记载着神秘石块的详细信息 为此菲兹不顾自身安危 特意拎着一整箱分裂炸弹前去交易 不料对方竟然打算用菲兹实验炸弹威力 菲兹健壮立刻趁乱抢过卷轴盒拔退就跑 看来他带来的是假货 这里不得不感叹一下爱情的魔力 使得菲兹身上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逐渐可以独当一面了 夜幕降临 对于罗沙林的调查有了突破 对方假身份无数 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联系密切 按照情报的指示 扣森和亨特将习惯于晚上单独乘坐地铁的罗沙林赌个正着 却反中了对方的圈套 车厢中所有乘客竟然都是罗沙林的手下 在敌我实力相差过于悬殊的情况下 无奈扣森二人只得暂时束手就擒 接下来就是两只老狐狸互相揭发牢底的时间了 一个是游走于不同国家情报机关的鬼魂 一个是死而复生的活刺人 针锋相对的二人都怀疑对方就是 暗中截狐亦能出醒人士的神秘组织 可聊着聊着 二人猛然发现竟然还存在神秘的第三方 他们才是造成混乱的根源 另一边为了让乔伊尽快认清现实 在麦肯的陪动下 斯凯去找他曾经的过渡人林肯寻求帮助 可嘉莹此前的疯狂行为 早就给林肯内心蒙上一层无法磨灭的阴影 没有丝毫犹犹豫 林肯当场拒绝了斯凯的请求 麦肯见状只得上前唱起了黑脸 可就在二人对峙的过程中 房间内的灯光突然变得忽明忽暗 这一异常让林肯十分懵逼 因为他根本没有发动异能 就在这时 一个长得像原始部落酋长的异人突然出现 出手将一位无辜路人杀死 路人胸口上的大洞表明 这个酋长正是杀死五名异能出行人士的罪魁祸首 眼前的一幕让林肯目自欲裂 他当即发动十万伏特 与滥杀无辜的酋长抗衡 再加上一旁斯凯和麦肯出手相助 在三人急风骤雨般的攻势下 酋长只能落荒而逃 可这也导致林肯的一人身份当众暴露 他只得选择远离来之不易的安稳生活 与此同时 地铁车厢中 趁着罗沙琳前往另一节车厢接电话的时机 扣森和亨特突然抱起 利用震荡弹将毫无防备的看守轻松解决 等到罗沙琳听到异响匆忙返回时 现场只剩下一地狼藉 早就不见了扣森和亨特的身影 镜头回到神盾局基地 看着眼前执行任务归来的亨特 莫尔斯决定主动出击 不料等待他的却是一个意外消息 为了避免莫尔斯在痊愈过程中再次遭遇波折 在查遍所有与九头蛇有关的情报之后 亨特决定孤身一人去找沃德算账 爱人的承诺让莫尔斯既忐忑又感动 就在这时 麦肯的到来打断了这对爱人之间的暧昧 总统正在发表电视讲话 回应外星人威胁 为了应对日益频繁的一人事件 总统下令建立一支名为高级威胁控制小队的特遣队 简称ATCU 其领导人正是罗沙林 比奥斯将拥有凌驾一切的权利 夜深人静的时候 在扣森的见证下 难艳兴奋的菲兹将记载神秘石块秘密的羊皮纸打开 不料 上面只有希伯来语中死亡这个单词 对于菲兹来说 如此残酷的真相 无疑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眼见扣森出言安抚后转身离开 菲兹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悲伤和愤怒 当即手持机枪 将封闭神秘石块的玻璃门打破 与此同时 一处不为人知的神秘地界 西蒙斯正在疲于逃命 这里满眼近视荒凉的沙丘 找不到一丁点生命的痕迹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对了 喜欢王帝说句的别忘了订阅我